它的營養豐富 非常適合產後滋補 那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 這樣一道簡單易操作的麻油筋 老公不會做菜也可以立即雙手 做給剛剛生完小孩子的老婆吃喔 首先我們將雞腿切塊 準備一個鍋 倒黑芝麻油 中火加熱 再放入姜片爆香 接著我們把切好的雞腿肉放入鍋中 放涩 然後倒入整瓶米酒 再加入小蔥 枸杞 以及適量的海鹽調味 熬煮大概40分鐘之後 把上面的浮沫撈出 就可以裝盤了 嗯 完美了 最後呢 撒上白芝麻和蔥花做裝飾 這樣一道經典台灣麻油筋就完成啦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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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嗎